没分区前闪是不是基本告别冠军了 看来你是有这方面的研究 没有分区前闪是不是基本告别冠军了 历史之上上一次并非分区前闪呢 还是在上一个世纪 当时我要是没记错 应该是哈基姆奥拉主望领军之下的休斯顿火箭 以西部第六的身份最终一路逆袭 杀到了总决赛 可以说呢 完全就是贯彻了下克上 这一条极其艰难的正贯指路 当时这个休斯顿火箭呢 只不过呢 像历史当中啊 这种事件它必然是偶然是少数 真正说大概率的 一旦说你不是分区前闪的话 基本上是与冠军无援的 这是符合历史的一个数据判断的 为什么之前我数次强调 常规赛战机它是有意义的 有价值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侧面体现出来的 或者说呢 你不经意间打出的实力结果 它往往就印证了 你面对三十指不同球队啊 你呈现出来的变化能力 你呈现出来的 这样一种与不同强敌对抗 这样一种实力呈现的延续性 比如这一波波连胜啊 考验球人的场上一只 考验了一只球队的真正的纪律 军纪严明 永不送信 你才能够打出好的常规赛表现 常规赛表现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就是一个筛选过程 真正的勇者 真正的强敌 近旅 他往往能够笑到最后 机身前三甲行列 这是一个大的淘汰过程 经过这个漫长淘汰呢 往往为止前散的 你最终在季后赛才能够有资格走得远 因为季后赛你也是面对不同的对手 面对啊 这样一种心理的煎熬啊 要比之前要更加激烈 如果之前你都挺不过去的话 季后赛更加残酷 你又怎么能够笑到最后的 所以呢 历史上大数据就是 而且这个数据是非常有意义的 非常有意义的 这个数据啊 一个筛选过程 没能够机身分区前散的话 你的真观前景和希望 他确实就是比较渺茫 胡文坠今天能不能打出个意外 勒布朗藏姆斯之前是打出过 总决赛1比3落后 2016赛季 确实打出过 镇静世人的表现 超级翻盘和逆转 亲手终结了 当时啊 勇士为上一个版本的铁三角 那一对铁打不动的组合 亲手将这个哈里森巴安斯 踢除出了小牛队 是不是这样啊 踢到了小牛队 但没有想到迎来了 更加这个变态的一个对手 没有想到这一举呢 激怒了凯文多兰特 对不对 加盟了金头勇士 回手打这个 詹姆斯一个措手不及啊 没有想到 这是后来的结果和往事 今天呢 詹姆斯有可能再创一个奇迹 因为胡仁队 他情况是相对意外的 你不要忘了 他是遭遇伤病 他是相对意外的 他如果是 龙媒詹姆斯都打 我就暂时硬生生 干到了西部这个下班去的话 基本争惯无望 但问题他俩都有伤 所以胡仁今天是个例外 他有可能创造奇迹的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转发